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用别的方法 刚刚有提到,用这个XMLHTB物件 那它其实跟刚刚那个最大不一样,有几个地方我说明一下 一样是把资料下,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网址在这里 所以将来只要把这个网址变动一下 另外,那编码方式呢?跟各位讲 这个物件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缺点 它预设的编码是UTF8 如果你要改BIG5的话,很抱歉 是可以,但是很麻烦,因为你变成你要转码 转码在UTF8下载之后,如果你的编码方式假设是 你去抓那个BIG5的,你抓下来就是乱码,那你要再把它转换成UTF8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浩大光,所以我是建议如果你用这个物件的时候 比较适合用原始资料就是UTF8,那没问题 可是你BIG5就是会发生一些问题 是可以转码,但是程式变得很麻烦 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换航 尾巴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有点像是,各位可以看到LF,这个就换航 我是用Nodepay++去把它打开来,然后看到它显示所有资源可以看到尾巴 那有点像是,我们用那个什么,就是说如果是Python的话,尾巴就反斜线N嘛 但是有的时候前面会多一个反斜线R,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啦,其实也是不同平台 如果是微软的,它一定是两个,一定是反斜线R,反斜线N 所以以后你可以看到尾巴可能如果是,可能会多一个VB CRLF或者LF,那你用的切割的方式就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变成我们要切 第一个是先切每一个,一行放在一个阵列里面 然后再从这一个每一个阵列里面再去抓它的斗点 再把它做分割,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两个分割 一个Splitter是切割它的换航,一个Splitter是切割它的斗点 但是实际上是相对的,如果跟刚刚那个程式比起来是复杂非常的多啦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需求,所以我把它放在这边 将来会用到的话,我们再来看 所以这个如果有兴趣的同学,也许你可以乱乱看 假如是UTX8,没问题 但是Big 5就会有问题,那你要另外再找怎么样把编码转换的程式码 那这个目前你们可以Google一下,网路上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解法 OK,好,那这个大概跟各位说一下,有两个方法 一个用Query Table物件,一个是用XMLHTTP物件,两个方法 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 那还有一个啦,就是用那个内建的录制出来的程式码 叫Queries,Queries物件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刚刚提到,就是说你如果把它下载下来的话,那每个年度 我大概很希望说最好是每个年度 然后一个年度就是一个自己下载到自己的工作表里面 所以最好是什么 刚开始这边都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一个一个帮我把它增加 所以a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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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面命名也根据它的什么呢 它的那个,最好它的年,哪一年 就直接就一个工作表,然后放它的资料进来 然后并且放进来之后的话 再帮我增加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是一栏里面的限式 然后底下公式在这边 一个是追栏 它的名称跟它的公式在这边 那可是问题我们刚刚是下载完之后锁动 可是你想说,老师那如果我希望 刚刚讲的这两个栏位 可不可以自动帮我产生 那当然就要写程式了嘛 那VPA程式该如何写 这里其实也蛮容易的 当然这边程式第一行 我们要插入栏的话会用到column实物件 column实里面的话 你跟他讲哪一栏 比如一栏点insert,他就帮你insert一栏 第二个的话insert之后这个 E1储存格 放限式两个字 然后这个储存格 你就再放公式 然后再把它 向下填满了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想 这样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其实程式也不难写 我已经写好了 那因为这个程式 不难写 所以我把它放在 这个云端版本第七页的地方 Ctrl C OK 我是建议如果可以写的话自己就写写看 基本上的话就是我们先产生一个sub sub名称也许叫什么 叫 插入栏好了 OK Enter 然后再来就是写 第一个 OK 第一个话就是我在1栏的地方插入 插入一栏 插入栏怎么写 很简单 column实 因为哪一栏 你就是一栏的地方点insert 他就加一栏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限制名称 补上的话 那就range OK range E1 有没有这个储存格 把限制这两个字带给他 再来的话呢 我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要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 就是公式嘛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跑个回去就OK 写的方法其实 就是 在那个入门班的时候其实都有讲到啦 所以我就比较快的 把它稍微再叙述 其实就是说呢 你先 输入到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是第二 第二列的一栏 公式是这样子 就是 这个公式 其实你可以直接拿那个什么呢 这个公式怎么来的 你可以直接拿这个上面的公式 直接复制贴过来就好了 OK 但是呢 目前 只有做出一个储存格 其他怎么办 其实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自己 Auto fill 有点像是我直接空点 这边快点两下 自动帮我填满 这个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就跑回圈 那跑回圈的话就我刚刚写的 你可以写一个 4i 我范围给他一下 4i 等于 第2列 到 这个向下追踪好了 我用 A1去追踪好了 range 然后 A1 这个储存格 帮我 Ctrl向下 Ctrl向下 这个底下记得要加nes 然后把这个 把它向右一接 OK 意思说我在这里面执行这个 这个回圈变化 然后我只要跟他讲说 哪一列 第i列 因为本来第2列只会一个嘛 那我改成 i的话 他就是 2 3 4 5 6 一直往下 到 到最后 然后这个地方 2 把这个 C2改成 双引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加一个i 就可以了 那就是意思说 他 查的话呢 是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列号 一直往下查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 就帮我把 这个公式全部填上去了 OK 那一样的方式啦 底下这个的话呢 你其实可以拿上面 这 总共有5行嘛 把它复制贴过来 那只是把 1改成追 然后限4改成这个受电度数 然后公式部分的话呢 一样啦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公式 就是把它一样 贴过来 原来应该是 i2 OK i2 除以10000 然后呢 把这个地方改成i 因为把i串在中间 那输出的话呢 输出到追栏 其实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们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跟刚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话 那一样嘛 跟之前做的方法一样 call 插入栏就可以了 所以哦 我 把这个写好 然后呢 并且跟上面的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就可以 帮我下载资料之后 并且帮我插入两个栏位 那我就不需要说 像刚刚一样 必须要涂法链钢 增加e跟j 这两栏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 不过这个前面又跑得比较久了 而且前面不是重点 比较重点是在 这个 sub 所以一般习惯我会在这边设个中断点 你跑完啊 这边 停一下 那我再按F8 我想要组航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我要的 如果有错没关系 那我们就在 因为F8 所以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 就直接 可以把它 做一个变动 所以让它跑一下 那前面的话 因为下载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点 不对 因为这950 对对对 这个应该是109年 所以109年好像就是 应该就是 Big 5的 这个ok了 那没问题 这个109年的资料 109年 然后呢 这边停下来了 然后call 插入蓝 按F8 跳过来 它就会 跳到这个sub 然后呢 我们第1个动作呢 先 在1蓝的地方 插入 一个 一个空白蓝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对没错 在行政区的右边 然后在 E1上面加 限势 然后就先 I的话 等于2 OK 所以现在12 一直向下应该是 11万 0701 OK 然后向下 就先输出一个公式 所以它就要跑很久了 OK 全部跑完 那跑完之后这边停一下好了 OK 跑完这个 那你会发现它就 总共 会填 11万 11万 701 所以其实 这个可能会跑蛮久的 OK 所以啦 如果我是建议 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说 它只要一个sale 它就要填一个资料 一个sale就填一个资料 所以 以这个地方来看 假如是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写 它会变成要 总共insert 填那个公式 它总共要跑 11万多次 所以其实蛮久的 那更不要说追 所以这个效率呢 相对会比较差一点点 那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这个程式的效率提高 OK 那等一下可能就可以用方法二了 方法二是 怎么样 其实原理跟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是 每个每个丢公式 那我们待会可以改 改成什么 我只要填 有点像我们平常做的 填一个公式之后 向下填满 这个跑太久了 我先Ctrl Brake Ctrl Brake停下来 因为如果 跑太久的话 你可以按Ctrl Brake 强制让它停 目前跑多少了 跑6000多 跑10几万的话 跑很久 为什么这么慢 OK 把它强制停止好了 所以 如果要改的话 这个回圈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改 首先一样 这个把它先注解好了 如果你要改成方法二的话呢 那一样 这个地方 填公式在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就Range 应该是12 所以 一样 先 填公式 到这个储存格 Range12 等于什么呢 一样 给它一个双引号 然后填这个公式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公式里面的资料 Ctrl C 然后取消一下 再切到这边来 把它贴上 Ctrl V 好 那不过目前的话 如果你执行这一行 它会 先把这个 先把它 Delete掉 假如我们这样跑一下 所以这个 这个跳过 直接就跳到这边好了 跳到这边来 OK 那我们就输入一个公式 那可是问题其他公式怎么办 跟各位讲 你就可以利用什么 叫做Auto Fill 一样这个储存格 快点两下 那个动作呢 在VBA怎么写 你可以针对这个储存格 点 它有个叫Auto 自动 填满 Auto Fill OK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会出现有一个方法 叫Auto Fill 帮我自动填 就有点像这个 所以这个空点点两下 点两下 实际上就是Auto 或者你用录制去集 得到也会是这样 但是Auto Fill 你必须要跟他讲范围 OK你跟他讲说 我要从哪里到哪里 所以他理论上 会给你相关的讯息 那你请问一下你的填满的范围 要从哪个地方到哪里 而且跟你讲说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范围 那我给他一个范围 Range 当然 你可以哪一个到哪一个的话 我们用12 12 到 1的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的话 其实就可以 加一个 结束 把这个字串结束掉 然后面串一个什么呢 向下追踪 其实就可以拿这个回圈 尾巴的这个 从A1向下追踪得到的 那应该是1的 11701吧 OK 然后呢 这个范围给他就可以了 跟他讲 那你帮我 从12 一直填满到最下面 OK 来试一下 这个应该是OK的 所以 如果你要效率高的话 可能还是要这个方法 我们来看Auto Fill 差多少 OK 你会发现 瞬间 完成了 所以 对啦 假设你发现说 一个一个填公式太慢的话 那还是建议可以改成这样 所以底下也是一样 假如说你用FOR回圈 太慢 你可以把这个 选起来 我习惯是把它注解 因为 如果你直接删掉 你就无从比对了 那一样把这两行拿来 拿来改比较快 OK 那一样 输入这个公式 然后这边改回来了 把原来I2除以 I1改成追 那一样向下 向下填满的范围 一样改成追 追2到追的最下面 一列的位置 OK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一样 就是 再把这边拉过来看一下 拉到这边好了 这样比较看得到 OK 好那追栏 insert一个 然后 把万度为单位 然后填公式之后 向下填满 OK 满快的 OK 所以 我是建议你可以用方法2 当然方法1 比较适合就是你的范围 比较小一点点 不要填那么多个 相关的 这个填公式部分 我有把 程式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几页 第7页的地方 有方法1 原来的这个 4回圈 方法2的话 就是直接用 Auto fill Auto fill OK 请各位试一下 哈